這道補血護腥都有 是 我們要做一道香菜 紅麴燉牛肋條 怎麼做呢 這邊如果你聽到香菜會怕的 沒關係 繼續看下去 你就知道我們等一下可以去替換 這邊我準備了牛肋條 然後準備了一點點的紅麴 這個紅麴 要準備兩次的這樣的份量 等一下會有一個作用 這第一份我們是拿來醃漬的 是 一點點的醬油 把它倒進來 這醃要醃多久 馬上醃 可以馬上煎 好 就是讓它有一點味道 對 上色一點點味道而已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 好 我們直接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所以你這個煎牛肋條 我們待會是開火之後 牛肋條就放下去 還是說這一開始有什麼撇步 一開始我們需要給它一點點的油脂 還是需要少少的油脂 然後鍋子有熱度上來之後 直接整個就可以下去了 因為這樣會有醬香味道 我們第一份的醬油 少量的醬油跟紅麴醬 是要讓它有一點醬香的味道 對 好 淑翰老師 像紅麴 很多人說可以對我們的膽固醇 可以降膽固醇 它的幫助到底是什麼 還有我們要補鐵的同時 有些除了牛肉之外 還有哪些好食材也可以運用 對 因為紅麴本身我想大家都 已經很多研究都知道 它本身就可以調降我們的血脂 特別是壞的膽固醇的部分 然後可以加速我們的血液循環 所以基本上在幫助血液循環這一塊 它有它的功效在 另外跟補鐵 就是缺鐵性的貧血 我們要尋找所謂的 含鐵量比較多的食材 其實一般來講 大家概念就是紅肉比較多 其實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不是只有紅肉比較多 其實像一些海產類裡面 其實也都含有鐵質很高的食物 當然一些植物性的蔬菜水果 裡面也有一些鐵質 可是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動物性的鐵質 它是所謂的血基子鐵 血河鐵 它的吸收率比較高 那植物性的 所謂蔬菜水果裡面的鐵 食杖含量很高沒有錯 可是吸收率相對的低 所以如果要選擇平血 想要改善這個平血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建議 選用動物性的鐵質來源 效果會好一點點 對 OK 紅麴呢 就是短褲穿太高的時候 大家注意 其實這是傳統的 我們用的料理方式 就可以把好處給加進來 OK 你聞到那個稍微有點醬香 然後我們肉呢 四面全部都把它煎得 有一點點熟的那種感覺 這時候就可以把洋蔥 加進來 然後還有我們的蒜頭 整顆的蒜頭 就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我們的紅蘿蔔 所以紅蘿蔔也不用炒 待會兒一塊來燉對不對 對 一塊來燉 然後這邊我會多加 一點點的毛豆 對 我會讓蔬菜的量 比較多一點點 稍微拌炒一下 一樣讓所有的食材 全部都有沾到那個醬香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把水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要煮多久 煮一個小時 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小火吧 對 小火 只要讓它保持像 那個就是冒泡泡的那種狀態 那這個水的量要多少 全部的食材蓋過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們這一次要分享的是 燉得有一點點收汁的那種 感覺的燉菜 然後讓它小火燉一個小時 之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理事長 所以如果說中藥補血的藥材當中 有沒有什麼適合加進來的 一樣或兩樣 冬瓜或是枸杞 可以嗎 味道怎麼樣 冬瓜跟枸杞 因為燉菜其實很適合 有一點點的那種 中藥的那個香氣帶進來 我覺得非常適合 好 那麼我們現在燉了一個小時之後 你說有個撇步跟香菜有關 一個小時之後 通常我們燉菜是不是到這邊 我們就開始享用了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風味 有一點太單調 那蔬菜也有點太少 對 剛剛我是說 醬我們 對 你說紅麴要分兩次加 分兩次加 剛剛的已經煮過 燉煮過 它比較溫和 幾乎沒有那種紅麴的醬味了 那我這邊會再補一點點的 紅麴醬進來 然後我會放大量的香菜 就是要好的時候放 對 好的時候 我們稍微拌一下 因為你看它已經收汁了 這時候你把火關掉 然後把我們的香菜 大量的把它加進來 那如果不吃香菜的人 你說怎麼辦 龍鬚菜也可以 或者是你把青江菜 剁碎都可以加進來 對 然後把它拌炒一下 這樣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一般的燉牛肉都沒有青菜 還有椰菜類的 那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增加蔬菜攝取 家常菜幫你補氣血 試試這道紅麴燉牛肋條 紅麴有助於降血脂 降血壓 還有鐵質的牛肋條 一同燉煮 香嫩可口 促進於血液循環喔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